欢迎大家再次收看 绿色创富这个环保节目 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越来越多人讲环保的话题 今次我们就请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就是前法官胡国卿 胡官 你好 你好 多谢你 这一集我们继续上一集的讨论 就是说环保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但是很多时候保育和发展 尤其是建房子这些 看来就好像很冲突 其实如果要去发展这些房屋方面的事情 其实有没有一些环保元素是可以考虑的 根据有些环保团体 环保外资 只是那个棕地 你用完它来建房子已经够了 不需要交易公园 不够地是一个问题 始终人口增长 我们都要找多些房子 没错 棕地是一个方法 棕地是一个方法 拿回所有棕地 怎样拿呢 或者从一个法律的角度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可以做 比如这些棕地 即是说有些是建成农地 用了来做一些东西 现在又费用又不用 或者用来做货仓 或者用来做整车 等等那些行业 都是不是很环保的行业 影响生态的行业 比如可以这样 第一 如果它是违反政府的契约 那就收回了 如果它做一些东西 因为它是指准它种东西 它做了另一样东西 就已经违反了 改变了用途 改变了用途 第二 譬如它做的东西 是影响保育的问题 又非环保的东西 污染 污染 就可以收回了 第三 如果它是霸用的 尤其是可以赶走 马上赶走 要执法 要执法 没有问题 第四 就是有些短期租了给它 一元的租药就拿回 好了 剩下有些 什么事都没有 完全没有犯法 就是 本身有人 是拥有这些土地 就讲赔偿 赔偿 如果赔偿的机制是合理的 就可以拿了一块地 给它做 没错 如果譬如赔偿的机制 不合理的 改那个机制 弄到一个合理化 就拿回那些地 就可以起楼 是 即是说 其实主要善用棕地 就是可以解决土地短缺的问题 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 可能 譬如一些交易的地方 可以发展 譬如你说生态保育的旅游事业 就可能可以 是 那些 譬如一方面 变成了有经济价值 是 第二方面 亦能推广到 保育的教育 是 那样东西是相得益彰的 可以做的 那些就可以推广了 是的 没错 好 那今天谈到这里 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谈其他话题